粉笔 巴学员的小学生从来不会在别人家的围墙上或者大陆上乱写乱话,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已经尽情地图写过了。 事情是这样的,上音乐课的时候,孩子们集中到礼堂里,校长先生发给每人一根白粉笔,大家就在礼堂的地板上各具一方,有的趴着,有的半蹲着,有的则端端正正地坐着。 总之,大家可以自由地采取各种姿势,拿着白粉笔准备好。 当大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,校长先生就弹起钢琴,于是,孩子们喝着老师琴声的节奏,在礼堂的地板上画出音符,用粉笔在光滑的茶色地板上涂画,感觉真是好极了。 宽敞的礼堂里,只有小豆豆他们十个人左右,分散在各个地方,所以,无论把音符画得多大,也不必担心碰到别人。 说是画音符,其实,并不需要画出无线谱来,只要能够表示出节奏来就可以了。 而且,音符的叫法,是校长先生和大家一起决定的,很有巴学员的风格。 就这样,大家对音符亲近起来,而且觉得很有趣,上音乐课的时候,对大家来说,简直是享受的时间。 用粉笔在地板上涂涂画画,是校长先生想出来的,如果画在纸上,就不可能画下这么大的音符,而画在黑板上的话,又没有那么多的黑板给孩子们用。 所以,把礼堂的地板当成一个大大的黑板,用粉笔在上面涂画,这样做有很多优点,能够自由地运动身体,无论节奏有多快,都可以尽情地快速涂画。 而且,画得再大也没有关系。 最重要的是,孩子们可以轻松自在地欣赏音乐的旋律。 如果时间还有多余,孩子们可以捎带着画上飞机啦,娃娃了什么的。 有时候,孩子们还会故意把画一直画到别人的地盘上。 大家都做这个街头游戏的时候,整个礼堂就变成了一大幅画。 上音乐课的时候,校长先生弹奏一会儿钢琴,就会从台子上走下来,看一看每个孩子的作品,并且评论一番。 很好,或者是,这里不是棋子呼啦呼啦,应当是跳跃。 等大家都修改好了,校长会把刚才那支曲子再弹一遍。 大家一边听,一边对照正确的节奏,就明白了应该是怎么样的。 到了上音乐课的时间,校长先生无论多么忙,也不会让别的老师带课。 而孩子们也觉得,如果不是小林先生给自己上这堂课,就没那么有趣了。 不过,在地板上画了音符之后,再要把它们清除掉可就不容易了。 先要用黑板擦把粉笔印擦掉,然后,大家齐心协力,用拖把或者抹布把地板擦干净。 把整个礼堂地板全部弄干净,可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 因为这个缘故,八学员的孩子们都知道了,如果乱图乱写,或者写一些恶作剧的东西,要把它们收拾干净非常不容易。 所以,除了礼堂的地板,孩子们不在任何地方乱写乱花。 最重要的原因是,像这样的音乐课每星期有两次,大家尽情地图啊、画啊,已经足够地享受到了图画的乐趣。 八学员的小学生们都非常明白下面的问题,像,拿着粉笔是什么感觉? 怎样拿粉笔,怎样移动,才能写得漂亮? 或者,有什么办法能不弄断粉笔,等等。 也就是说,八学员的每个孩子都称得上是粉笔专家了。 谢谢大家!